也跟孩子有關 兒童新樂園是營運第二天 可是昨天初包卡在半空的銀河號 檢驗之後呢 今天繼續勇闖銀河 但是呢 因為16號才正式開幕 現在需要體驗券 只開放給公益團體 所以讓不少民眾白跑一趟 不擔心昨天是營運的小鐘 今天是營運第二天 還是有不少民眾 一大早就趕來搭乘 銀河號 會不會擔心 等一下 不會 我們要上外太空 外太空 紫色流線外形 準備開往外太空的銀河號 一旁排隊的小朋友 同言同語 好興奮 開幕第一天就發生 供電系統異常 卡在半空的銀河號 經過一晚 檢修後 重新再出發 昨天晚上經過原廠祭司 協助我們的一個檢修 對於完成相關的一個運轉測試 從今天早上運轉到現在 都是屬於正常的 三四樣 都還滿快的 你告訴我 上面有幾種水果 眼神專注盯著眼前的聖誕老公公 原方請來知名劇團和小朋友們玩有獎爭達 不亦樂乎 但是營運第二天只開放部分公益團體和特定國中小學童 大約五千人入園遊玩 不少民眾全家大小都到了新樂園門口了才知道根本白跑了 現在不能進去 怎麼跟你講 原方提醒新樂園16號才會正式對外營運 目前市營運階段主要測試系統能否正常運轉 也宣布未來特定假期 如果人潮爆量時 將實施總量管控 不讓全家處理的心情打了折扣 郵電TV 領化無登利 台北報導